纵有万般不舍,终须一别 广州冲分队宣布正式推出守望先锋联赛 作为中国区坚持到最后的战队 他们的成绩或许并不傲人 但是在国王大道,在好莱坞,在暴雪世界夺冠 在那个夏天,我们都能看到过他们略过的身影 从去年的年中,动视暴雪的电竞理想国坍塌之后 高昂的联赛门槛,不合常理的规定暴露无遗 赛事组的摆烂,使得OW联赛的关注度一降再降 众多战队的入部付出,让很多人对OW联赛都失去了信心 从成都猎人的告白退出,到杭州闪电关闭基地宣布静默 再到上海龙之队解约所有选手 最后的广州冲分,也退出了OW联赛 至此,中国区所有的OW战队全部结束了守望先锋联赛的职业生涯 那个夏天,真的一去不回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